关于巴西龟冬眠要不要水这个问题 那个答案是肯定的 它是肯定需要水了 但是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去给它水 巴西龟的冬眠 一般我们要把温度控制在4到7度之间 整个时长可能要在1到2个月左右 在这期间 我们不是把龟单纯的放在水里面进行冬眠 而是要给它准备一个冬眠的戒指 一般我们推荐这个戒指 用一些专门的合纱 或者用一些专门的椰土混合合纱 都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戒指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种戒指都可以让你直观地观测到它的湿度 所以说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在龟冬眠期间 我们要保持的是湿度 而不是说要单纯地指给它水 在龟冬眠的期间 我们需要实时地去监测到它的一个冬眠戒指的湿度 那具体该怎么监测呢 主要的方式就通过手去抓取这个冬眠戒指 轻轻的一捏 如果这个轻轻一捏就可以捏出水 说明你这个湿度有点太高了 水分有点过量 一旦温度过低很容易结冰 一旦结冰的话 龟可能就会出现生命危险 所以说我们的湿度 一般在轻轻的一捏捏不出水为准 这样的一个输入是比较好的 一方面龟可以通过这个戒指去摄取水分 也可以通过控制适量的水 保持冬眠戒指的一个输水性 从而给龟提供一个完美的冬眠的环境 我们下期见